你男朋友他很大方 跳蚊子 哦!他先洗蚊蚊子 你為什麼要這麼幫男人說話? 不好意思,他要去外國回來 所以看中文還不是很順利 那你剪到我很順利就行了 大家好,歡迎收看二字大國際 又有Joyce 又沒有出場費了 今天是上網看到一個心理測驗 跟大家一起玩一下 大家玩完之後告訴我 看看準不準 是拆什麼的呢? 和你洗澡洗的次序 反映出你戀愛中最重視的是什麼 我先問你 請問你洗澡是哪裡呢? 嚇得我,你一來就說 請問你最重視的是什麼 我洗澡是先洗臉的 竟然是這樣嗎? 是啊 哇,我以為全世界的人都是先洗頭 因為我洗澡是先洗頭的 為什麼呢? 我的理由就是 首先你會洗澡洗水 那你洗完洗澡洗水之後 那些油就會流到臉上 所以會經過臉的 所以經過臉 可能會有少許油在這裡 然後我洗完頭了,這裡乾淨 我洗澡不會有頭或者shampoo的任何東西滴到臉上 好,我洗臉也是 那你的花灑會被你這樣洗? 對,但你怎麼都會有點彈出來 不會的 不會的 然後洗完臉,最後就洗身了 你們呢? 那我們的測驗是不是完了? 還沒有 我們馬上開始了 而剛好它的選項,我們剛才有提過的 我們已經回答了 那有五個選擇 第一,先洗手 它是說洗澡,即是你已經入了氣乾或肉乾裡面 第二,先洗頭髮 就是我了 第三,先洗身 第四,先洗重要部位 我問什麼叫重要部位呢? 每個人都不同的 對,如果我覺得我的眼睛很重要,我先洗眼 我在這裡就當成生殖系統 系統 不是氣管 是,是生殖系統 系統 整個系統都洗了 什麼事啊? 好痛啊 第五,先洗臉 那是我 Yeah 開股了,這裡是這樣說的 一整天在外面疲勞奔波 總會選擇先將雙手洗乾淨才開始之後一切的你 是一個非常重視細節的人 細心,而且略帶一點潔癖的個性 對每件事都有自己的準則 在朋友圈子裡面,也覺得你是一個比較細心的人 在一段關係裡面,你最重視的是 誠實 啊,對... 你按摩頭還是要洗臉啊? 幹什麼啊? 不讓按摩那麼厲害 我覺得整段都有點像我 那你是不是就是洗手先的人? 那我們看完洗手,然後再看洗臉 看誰比較適合,我再選誰 再選誰 然後你回去就特意用那個 啊,不對啊,我要先洗手 我先不可以洗臉 你或者可以包容對方的一些缺點 甚至事而不見 但只要你的另一半出現說謊 或者背叛你的行為 你是很難輕易地搖輸它 因為誠信是你戀愛中的基礎 都說得很好啊 但沒有人不會買這段東西 每個人都會覺得 是呀是呀 會不會有人會覺得 其實誠信是沒什麼重要的 也可能會有的 有些這樣贏了 落雨 是啊,還要落大一點 落大一點 落大一點 為什麼?為什麼你這麼喜歡落雨 耶! 為什麼? 對啊,打風了 哇,出現越來越忙了 對啊 怎樣啊,你現在做天文台 還是心理測驗? I'm sorry 不是呀,現在日本有個藝人 其實我忘了他的名字 很出名的 喂 佐佐夢希 佐佐夢 是誰? 是女生來的嗎? 對,對 很美女的 現在是女神級 老公是那些搞笑藝人 結束婚沒落 他們現在是有一個兒子 現在揭發了男人出去偷食 那個女生就在IG幫她老公道歉 這麼變態? 對啊 我記得做夢希是很美女的 對啊 沒有可能 所以... 他是被冤枉的男人 不是 但是佐佐夢希 其實不是 不是 你為什麼要這麼幫那個男人說話 好,接著就是先洗身體 忙碌了一天 會選擇先洗身體的你 會習慣了先解決他一些大問題 然後再逐件去面對分支問題 在旁人眼中 你是一個非常有義氣的人 但經常都會屈咒自己去承傳人家 佐佐夢希 哈哈哈哈 不知道佐佐夢希是否先洗身體 哈哈 很變態 對 對 嘩 整天都不算搞小事就會行俠仗義 但整天到最後都搞到兩邊都不是人 在戀愛的時候你會有一點大男人主意 願意奉獻犧牲或者不求回報 自己也很快就可以透露到愛情 但如果遇到一些價值觀的問題 就好像那些生孩子結婚之後怎樣 用錢的價值觀 就有可能會成為你們的關係的一個大罩門 即是死穴 可能一誤鐘就糟糕了 若然一些小事你不會跟他計算 但這些長遠的生活價值觀 一定要合得來 你才認為是可以長久的 這個就是洗身體的人 這裡不停寫 這個不是我 這個就是佐佐夢希 願意奉獻犧牲甚至不求回報 即是甚麼 即是不會是我 你求甚麼回報 要回報的 回報些甚麼 即是我覺得你付出了多少 就應該收回多少 即是同樣是 我會覺得我收到多少 所以我就給多少 這個說法挺好的 好交給你 那要用重要部位先的人呢 對啦 重要部位大家知道是甚麼了 大家知道甚麼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連第三個字就不知道是甚麼 我也是 你不用真的這樣讀出來 這個字很難讀 好 要問問人家讀 沒有啦 沒有啦我們懂得讀 我們是讀詩人 你們是討厭囉唆 幽柔寡 的做事方式 做事又大氣是你們給別人的形象 甚麼是又大氣 果斷又大氣 即不是小氣 不會去張揚自己的優點 都毫不掩飾自己的缺點 聽起來好像我 都是的 因為你不會掩飾自己的缺點 是個做事直腸子 有話直說的類型 在關係裡面 慾望對你來說是極其重要 他說不知道 我先洗頭 哈哈哈哈 這所謂的慾望 除了性慾望 物慾 食慾 都相當重要 享受各種慾望 帶來的刺激和滿足 你們懂得享受生活和享樂 是不是你 我先洗頭 你不是很懂得享受生活 你對生活沒有甚麼特別要求 有些細微位 可能香薰那些 你之前是不會用的 枕頭 不要再說了 又臭又黃又舊 發霉 哪有發霉啊 你的樣子出來給大家看看 不養 你們懂得享受生活 但你們相對都很討厭那些 包張奢華 過度浪費的人們 因為你們覺得 欺負到好處一絲不浪費 才是懂得享樂之人 那這個像你 哪個慾望人事 欺負到好處一絲不浪費的人 你真是 甚麼意思呢 真是安好 不會浪費的 是嗎 你有沒有考慮洗重要部位 沒有 那我臉不是我的重要部位 好 接著就讀你的答案 就是洗臉先的人 很害怕 很緊張 你會出來對不對 不然我選擇洗手 洗臉先的人 你們其實就會很著重臉的保養問題 同時也會很抽象的重視面子問題 好 挺重的 快點讀出來 你怕會給別人不好的印象 所以就會很著重自己的外表 你覺得照顧好自己的外在 是對別人的尊重 同時也是對自己的尊重 我覺得很重 你們每一次戀愛 經常都會因為一見鍾情 而被對方的外貌所吸引 哈哈哈哈 You should be proud yeah 在這裡的外貌 不一定是說 散得不好看 但至少是要順眼 喂 為什麼不需要加這些句子 都形容 英俊 英俊就行了 做什麼 你知道改了它 不行啊 所以我一定要真地出給大家看 你們做人做事 就非常嫌疑律己 洗澡喜歡從頭開始洗到身的人 你們重視一切的順序和邏輯 你們有就會怎樣 就會留在臉上 oh sure make every sense 我是一個很有邏輯的人 我沒有邏輯嗎 你覺得我沒有邏輯嗎 你們覺得我沒有邏輯嗎 你是敢問人 你們說 什麼事都該有其輕重 我不知道這句為什麼 什麼事都有該其輕重援交 就是什麼事都會有它的重要和不重要 哪有處理先哪有不處理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所以你們覺得我是一個很勒輯 或者很吊兒郎當的人 但其實不是 我以前回M記的時候 就是很年輕的時候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我自己就在腦袋裡想一想 我要在這餐廳裡去哪幾個地方 然後有哪幾個地方 我可以拿什麼 或者不用拿什麼 因為我之後一定要經過 就要拿什麼 我是想定了才去做 那為什麼你現在不是這樣 你是一個知道分寸 知所盡 不好意思 他在外國回來 所以就看中文 不是很準 那你剪到我很順便可以 那你也要說很順 你是一個知道分寸 知所盡對的人 知所盡對的人 代人和善和遵守有 代人和 代人和 代人和善和遵守獎又有罪之道 你是一個代人友善和遵守獎又有罪之道 不是和善嗎 和善 你這樣有善不出來得善 You are nice and you respect everyone 是一個非常有禮節禮數之人 是一個非常有禮節禮數之人 都是的 都有禮貌 我有耶 我超有禮貌 通常都 而在愛情裏面 你們最重視是公平兩個字 願意大方而無私地獻上自己的關心和真心 如果有一天發現對方只是一味想獲得一點 而不願意付出輕生的時候 你們就會漸漸在這段感情中慢慢清醒 並開始出現防衛心 你會將愛抽離 直到你們的愛平等為止 害怕愛得比較多 是因為你們 怕在愛情總是容易受傷 所以你們會想先保護好自己 不要在愛情的結尾時被傷得太重 少對 你覺得對不對 不知道 好了 這一輪的心理測驗 全部都是對 沒有實質的因據 你們覺得準不準 你們留言告訴我們 到底 到底你洗澡的 是先洗哪一部分的呢 我從今天起 會先洗手 哈哈 我從今天起 先洗重要部位 哈哈 但是不知道 又說不說得中 你的洗澡部位呢 他很變態 你想什麼 你男朋友 他很大方的 反過來 他先洗嘴嘴 哈哈 哈哈哈哈 GashJai這條片出來 讓朋友試試看 對你準不準 訂閱我 也可以訂閱他 不需要的 當然有個頻道 沒有廢了 不再出片 我覺得這片剪得不錯 剛星期一 四期四出片 我們下集片追 我們下集片追 不好意思 他在外國回來呢 我們下集片講中文 還有讀中文 拜拜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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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